你知不知道你多久沒理過我? 你看不到我在工作 跟我說話很難 既然這麼辛苦 為何在一起? 那你究竟想怎樣? 這兩個是演員 坐在這裡不斷摸摸這個 才是我男朋友 通劇雖然老套 不過說中了我們兩個的問題 疫情關係 男朋友要留在家裡工作 以為多了時間一起會更加甜蜜 誰知道 生活上反而出現了時差 用心準備的早餐 變成了他的午餐 我們的感情 就像桌面盒外賣 慢慢攤得冷 好的 我們可以獲得最好的價錢嗎 我想我們可以獲得最高的價錢 疫情關係 我要工作從家裡 加上很多同事病了 每天真的忙到 連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幸好今天收到通知 病了的同事會陸續上班 正當我想說個好消息 給他知道的事 發覺 他今餐只是買了自己合法 好消息 請問這個位置有沒有人坐 到處沒有位置嗎 真的沒有人 趁熱吃,原來是好吃那麼多的 現在才知道 有這麼蠢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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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